所以根据总公司开源节流的精神 我们部门有一个下段主要 希望大家做好思想准备 不要想别人 人人都有可能 包括我在内 我们之中确实有问题 比如说有精神不振的 惹是生非的 思想波动的 每个人都好好想想 当然也有急急肯干任劳业院的 公司注重的是业绩 第一季度我们做的比较差 大家都在开源方面多动动脑筋 毕竟我们还存在嘛 好吧 就这样吧 哎太突然了 想到你们两个中间要走一个 我还真挺难过的 经理 其实我们也舍不得你走啊 我知道 要下岗首先是我 我没有业务 出国谈亲又不是时候 小班小班千万别这么想 是啊 我们这儿也要有下岗的了 怕 我怕什么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要有机会想着点哥们啊 哎你等等 来人了 我用手机给你打 爸是我 我们这刚开会提下岗的事了 您赶紧帮我想想办法 哎呀 先打声招呼嘛 行 这周末回家再说 怎么样 是时候了吧 看准机会 我们起个公司 我是活出去的 这办公司所有的手续我包了 韩总 耽误您十分钟行不行 有事跟您商量 好好好 来来坐 坐 韩总 韩总 我给你回报回报公司 好啊 好 来坐坐 坐 哎 肙李 我还能够怎么办公司 我没办公司 我接着 你怎么办公司 我会有什么办公司 我会有一定要够 我会有办公司 你会有办公司 你会有办公司 我会有办公司 我会有办公司 先说美国伊勒克开练了 今儿早上看新闻 用得着这么兴奋吗 要发大猜了 没你还不成 你说哥们儿能不兴奋吗 你耍我是不是 我这都要下岗了 甭说过两天这样品一档 你就明白了 哥们儿今儿是没时间了 约了伊勒克使馆一二蜜 三里团搓饭 很关键很关键 不能管 要不然你嫂子给你开点药 认识一二蜜就烧成这样了 这你就不懂了吧 这个二蜜他可不是别的二蜜 这位是伊勒克新闻部长萨哈夫的亲弟弟 请好吧您呢 兄弟先走一步 回见回见了 小光 小光 那不是白手公司的老板吗 怎么回事 我杀过来了 至强 听说了吗 这刚几天呀 美军孤军深入直到巴格达占领了机场 这萨达姆的共和国卫队消失了 不见了 这还不明细 美军这是要速战速决了 哪儿啊 那是老美中计了 开始还看不明白 这几天呢 看电视分析 听到张昭中郭文艺分析呀 我才毛色瞪开 人家那是国防大学的教授 专教指挥官的 这叫诱敌深入 联军现在已经陷入了人民称称的汪洋大海 最近啊 伊拉克的萨哈夫啊 很火烈 李小林 电话 据他说 伊拉克的军民啊 正在有计划的消灭美军 岂止是过瘾呢 我这都开始投资了 我 你手够快的呀 是我们家的几个亲戚 不是下岗吗 陈天从眉不眨 哀声叹气 这下好了 前来情绪了 陈天看电视 从抗美元朝到使馆被炸 这老美的滔天罪行 全响起来了 左边啊 二大爷 一巴掌下去 我们家的茶几 两半了 嗨 我挡什么呢 你这么个投资 你别别捣乱乔哥们的 看 这是咱们为伊拉克人民 干支的铁锹 其实啊 中央台那些军事部闻全都给整错了 说让伊拉克人懒 懒得连挖雷的坑都懒得跑了 三里头一顿饭 跟这二人一聊 哥们心里要豁然开朗 是伊拉克的军用铁锹啊 脱销了 哦 你想啊 这不管是地道战还是地雷战 他哪个能离得了瓦坑或泥啊 你的意思是 紧急组织生产军用铁锹250万把 立即出口伊拉克 能行吗 东北三省的下岗工人说了 我们干 只要能给美国拉点颜色看看 就是不挣钱阿咪也干 也算上把岗 坐坐 小潘 给倒杯茶 你这出口商品有商标吗 早就有了 就叫大黑猫